大家好,我是马克 本期是来自钢本喜八导演的赤矛 庆三年的一个夏夜 神福突然从天而降 被幕府压迫了三百年的民众 相信这是诸神的旨意 预示着天下将有大变 对新时代的到来 期待已久的人们 无论男女老幼都在歌在舞 高喊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 昼夜不止 次年二月 新政府军沿着东海 东山和北路三路前进 直取江湖 大军开进之前 有向乐总山率领的赤矛队做先锋 沿途宣传新政府的人政 号召诸侯大名归顺 联合岛墓 听到年贡减半 农民出身的队员全三激动坏了 只是,这身行头难以服人啊 东山道军荒原民一郎早有准备 特申请皇家徽文发给每个队员 队员全三在泽渡村长大 老乡见老乡肯定两眼泪汪汪 离开之前 全三想借几天队长的赤矛 这样显得有威风 队长说 不行,绝对不行 全三回乡了 一路奔驰带着队长的赤矛 就在当天 泽渡代官金太郎又逮捕了十几名村民 扬言道 如果明天还交不上田租 这些人都会人头落地 为了交租 村民只好向机缘富豪虎三 和高利贷富豪木宗屋借钱 官商合作 俨然成了完美的产业链 阿秀姑娘家交不起租 马上就要被虎三抢了去 三次带着逃跑 没出村就被抓住 江户来的阿叶 去年买下村头的马店 阿叶父亲收钱时 盯着全三的纸壁看 眼神犀利 阿秀父亲交不起租 眼看女儿被抢了去 心里受辱 自寻短见 被机缘虎三抓回来 可没好下场 三次是一条汉子 不就是切手指吗 老子切给你看 刚数到三 全三冲了进来 一刀劈了你电板 十年前 全三的妻子小美 被抢去抵租 全三则被装入马带 融到河里 虎三有些惊讶 但仗着人多 还是要拿下全三 全三哪里会怕 东山道军马上就要开进 认清现实吧 时代变了 三次被救 心里感激 紧紧跟着全三 全三的皇家徽章被偷 却一点没察觉到 三次显摆说 江湖人冲 神偷三次 可不是浪得虚名 被虎三抢来做妓女的女人们 都笑话全三 这沙玛特神经病 全三借口眼里进沙子 让三次念念 女人们听到自己的名字 才真的相信 这些是卖神奇 小美看到全三 像做梦一样迷幻 原以为此生不会再见 没想到 没想到 小美哭个不停 这十年来的黑暗生活 终于看到光明 普三被欺负 心里憋着火 想找武士除掉全三 武士龙笑道 好说好说 赤毛怪物嘛 人称村里小林腾的鱼蛙 早已掌握全三动向 普三扔下二两钱 命令武士尽早办事 十年不见 发七还在 全三吃着山一样高的米饭 乐得何不冷嘴 不止如此 董烧火的老太太转过身 全三又吃了一惊 哎呀 母亲也在 太好了 一家人终于团圆 村里最有知识的玄斋先生 不想看学生们白白送死 但这群出书牛犊不怕死 执意要去代官所救人 玄斋先生正不知怎么办呢 全三来了 这下群龙有手 玄斋先生总算放下心 热血青年们向代官所进发 不料中途遇到武士 二人废话不多说 各占二两钱 什么幕府 官军 天下大变 变个锤子 变得只有长官徽章上的花纹 武士说 全三半路停住 让会爬树的人先行前往 埋伏在代官所门前 乡亲们看到赤毛 来了兴致 发现是全三 马上丧气 看到天上飘下来的神府 又来了兴致 代官所金太郎听说是官军 吓得躲到厕所 侍卫是老江湖了 偷偷塞钱给全三 没想到全三真有理想 全三借口眼睛进沙子 让三次念念新政府宣言 乡亲们来了热情 喊着口号往外搬粮食 金太郎磨了磨眼泪说 味太大 该找人通通了 入夜 泽渡村万民同欢 无论男女老幼都在歌在舞 高喊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高利贷富豪木村屋送来五百两千 全三收下 准备交功 二当家追问 准备交给哪位长官呢 全三上了当 把知道的长官名号都说了 不多时 代官金太郎也来拜访 磕头谢罪 颇为真诚 等到新政府做了天下 这些当官的 有钱的 该怎么处理呢 全三问问大家伙 小伙高喊 让金太郎离地 我赶着鞭子抽 女人们说 让牧村屋到街头卖艺 风吹日晒 受过虎三欺负的女人说 让虎三当狗 看门狗 金太郎奉重全三 您自然是新政府最高长官 老母亲低着头切菜 表情凝重 闹头一阵 马店的阿叶送来江湖集剑 署名梦记一番队的人 警告金太郎 狗官 你忘了德川家 三百年来的恩情了吗 我们的剑 一直在你身边 不知为何 阿叶同牧村屋 二当家一样 也爱打听新政府的长官名号 全三受了奉重 心下高兴 有啥说啥 被侮辱的虎三心里憋屈 脸色难看 这次不讲价了 拿了二十两钱给武士 三次偷来带官的信 告诉全三 要小心 有人要你的命 三次话音未落 旅馆就来了消息 武士要找全三决斗 二人摆好阵势 中酝酿情绪呢 一个村民亮亮强强跑来 他们被带官抓到五毛山做苦工 累死 饿死 堪比人间地狱 没等全三反应过来 村民就被冷枪打死 全三以为是武士干的 命令其伸出手来 武士毫不避讳 那二十两钱 一直攥在手里 上面浸满手汗 第二日早晨 小美被噩梦惊醒 吓得浑身颤抖 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 全三说 带上赤毛 骑上赤马 全三急驰而去 直奔五毛山 解救同在受苦的乡亲们 普三向全三肚子里的蛔虫 全三前脚刚走 普三就来了 去五毛山了吧 还能回来吗 我看未必 就算能回来 会娶一个妓女吗 回来帮我打理店铺 绝对不会亏待你 哪有高官会娶妓女呢 小美心里明白 自己不过是在做美梦 一声枪响 险些打中全三 就在此时 两名持刀人偷偷靠近全三 妄图刺杀 不想都被全三劈死 连个说话机会都没有 烧了卖身器 女人们一声轻松 该回家的回家 该嫁人的嫁人 村里一派新气象 不料此时 带官来了 面色铁青 扬眼要抓人 还说全三是骗子 神符都是自己爬树撒的 三次疑惑 谁偷了那些神符呢 真是蹊跷 除了神符 代官还宣言 全三带着钱跑路了 明明昨晚还在 怎么今天就没有了呢 按说小美应该知道 但小美一再说不知道 选斋先生的学生们 一下慌了神 觉得被骗了 纷纷要跑路 被全三解救的阿春 一刀砍在门框上 斥责道 一群大男人 像缩头乌龟 我相信他 我们被他救出来 烧了卖身器 这都是真实发生的事儿 他绝不是骗子 随着金太郎的手下撞开大门 双方大战在所难免 女人们往往比男人更加勇猛 用自制的武器挡住了攻击 大街上看热闹的人挤成一堆 指指点点 笼莫极了 恰恰这时 三次发现了那箱钱 正想拿着出去解释呢 可为时已晚 只有18岁的孩子失误 独身一人要杀代官 被乱刀劈死 见拳三回来 金太郎吓得直哆嗦 拔刀斩了侍卫 将罪则都推到侍卫头上 看热闹的人嗨了 又围着广场跳起舞来 拳三想不通 问小美 不是告诉过你吗 钱就在神龛诸步下面啊 小美仍旧说没有 脑子不好的拳三被弄糊涂 也觉得自己没说 白忙活一场 还是没搞定拳三 大活有些丧气 借着二当家做掩护的 孟基一番队 终于浮出水面 大家不要慌 快了 这次一定做掉吃毛 只子摸过母 那年从狮子树上掉下来 拳三的脑袋就摔坏了 别胡说八道了 会惹大麻烦 什么农民的天下 世道变来变去 农民的命运 从来不会改变 母亲做工攒了一些钱 交给拳三 嘱咐儿子离开村里 走得远远的 好好活着就行 去年来到村里的一伙人 并不都是孟基一番队 武士是个例外 他是阿叶的前夫 但不参与孟基一番队的活动 既然不是为了幕府 为什么跟我到这里来 阿叶拿枪指着问道 武士嘴角上扬 可爱 你就是这种时候最可爱 外面雷声大作 屋里也雷声大作 从拳三口中听到确切回答 小美才知道自己浅薄 这样的男人 自己为何不信任他 真是罪该万死 真正罪该万死的代官 半夜来访 送来五百两钱 作为道歉 拳三不推脱 还干脆将代官的马匹也收下 准备一并送给官军 既然决定 事不宜迟 拳三当晚就拆人上路 三次作为带头人 喜不自胜 带着拳三的赤毛 威风得很 不知怎的 阿秀心里隐隐不安 有种奇怪的感觉 消息很快被孟基一番队听到 便也匆匆派人跟着 顺时摸清官军的所在 骏马一路奔驰 第二天下午才到 向乐总三的驻扎营地 让三次没想到的是 向乐总三已被处死 荒原弥一郎告诉三次 你也是将死之人了 告诉你也不妨 新政府内忧外患 难题一堆 年共减半 我们指什么吃饭 看清新政府的嘴脸 三次咬着牙骂道 谢莫杀驴啊 真勇敢 神偷不是白叫的 三次没有攻击力 但逃跑功夫了得 但三次还是低估了他们 他们不仅说话不算话 还有枪啊 村里打扫干净 韭菜切好备好 就等着官军到 拳三心情大好 想去酒店喝两杯 没想到遇到武士 两人摆好架势 酝酿好情绪 终于开打 恰恰此时 三次回来了 连中竖枪的三次 奄奄一息 将信息带到后 就闭上了眼睛 火枪松想撤云霄 官军已到村口 阿秀放不下三次 被官军乱枪打死 拳三忍不住要出去理论 被大家伙硬生生挡了回去 趁着官军装填子弹的功夫 武士闪电般穿过 和拳三联合劈死官军 我讨厌官军 我说过的 还好你不是 梦基一番队占据马店 买好地雷 懂着官军到 没想到 代官和木村屋跑了出来 俯首冲臣 还给官军打小报告 梦基一番队先发制人 官军也不示弱 两方就地交火打了起来 玄斋先生告诉学生 哎 梦想总是骨感的 武士问拳三 明白了吗 世道变来变去 变得只是长官们徽章上的花纹 听说马店被围攻 武士眉头一皱 告诉拳三 你只有一条命 不要白白送死 说吧 武士匆匆离开 梦基一番队殊死搏斗 没了枪子就肉搏 心中有信仰 何惧死亡 阿叶的手枪被打落 武士几时赶到 砍人如切菜 但时代变了 流氓的枪子是不讲道理的 像黑猫一样 有自己想法的武士死于子弹 他不爱阿叶的事业 但他爱阿叶 九军沙场的荒原迷一郎没被炸死 因为他一直待在军队后方 虎三是个精明的商人 谁来不是来 谁智不是智 反斗一样吃 民众听到虎三在喊 都慢慢走了出去 你让天下大变了 虽然只有短短三天 但惺惺之火可以燎原 母亲将做工攒的钱塞给拳三说 带上你的队员 不要放弃理想 找遍整个屋子 也不见小美的身影 拳三颇为落寞 求求你给说情 让冠军放过拳三吧 小美低三下四 祈求狐三 见无力救夫 小美顿下杀心 哇的一声 惊得众人纷纷停下脚步 荒原迷一郎胆子小得很 马上面连手下开枪 爱妻已死 拳三恨意难笑 执意要找荒原迷一郎要个说法 荒原迷一郎胆子小 马上面领手下开枪 与此同时 新政府军后方 罪恶竟好 一副改变世界 就农民于水火之中的样子 笑话 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阿淳疯了一样 手舞足蹈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的唱了起来 民众敢于拳三 也跟着又唱又跳 全村男女老幼都在歌在舞 高喊不用担心不用担心 官军被村民推得越来越远 身后黄沙漫天 理想主义者终归尘土 理想也随风而逝 为八 这部颇具沙马特风的影片 改变自一段真实历史事件 明治维新前期 夏总国乡市向乐总三 组织了赤报队 其作用是作为东山道方面军的先锋 率先进入信农上野董国 宣传新政府的人政 号召诸侯大名归顺联合岛墓 所谓新政府的人政 主要就是年贡减半 此举由向乐总三提出 经维新三节之一的西乡龙顺批准 进而成为政治宣传口号 向乐总三认为 农民在幕府多年的红中暴殓下 苦不堪言 如果听说年贡减半 势必群其响应 然而 正当向乐总三作为先锋 将新政府人众宣传的风生水起之时 风向变了 谣言四起 说赤报队恐吓民众掠夺财物 是伪官军 于是赤报队遭到新政府的围剿 彻底覆灭 什么人众 年贡减半都是假的 都是谣言 农民一切照旧 歌照唱 舞照跳 租照收 不减半 也许是因为三船参与制片的缘故 电影放得很开 不太收 同时 钢本喜八导演个性腼腆 为人温和 仲代在谈日本电影《黄金时代》一书中说 我经常去钢本家吃饭 打麻将 喝酒 钢本家没多大 不知道为什么 聚满了一群无聊的人 如果问 你是谁 有的说 我是某某包社的记者 有的说 我将来想做导演 但现在接不开锅 来钢本桑的地盘 掏口饭吃 说到曾经合作过的导演 正代特别指出 我跟喜八的关系 和黑泽先生 世传坤贤手那些人 稍微不同 我和喜八是朋友 所以我在他的片场没有恩基过 如果说小灵导演是魔鬼小灵 那喜八就是喜八佛 三传制片加上佛系喜八 所以放得很开也就不难理解 相比于片中的赤毛拳三 我的关注点则一直被黑猫无视吸引 不管是前期一方的亢奋 还是赤毛一方的热情 黑猫无视都隆隆的 世道变来变去 变得不过是长官徽章上的花文 潜台词是歌照唱舞照跳 租照收不会减半的 别做白日梦 这是典型的猫的特性 夏目术师的崇明座 我是猫的中文译者曹曼 在导读里说过自己的猫 敏感文艺 经常跳到窗边往下看行人 换他一句 才缓缓扭过头看着我 那一回眸 满眼都是几千几百年的故事 虽然他的生活里 只有吃罐头发呆和买食三件事 我偶尔观察门口花园里的猫 发现天气好的时候 这些家伙总在睡觉 哪片草地不软不睡哪片 身体扭成马花一样的睡 猫是有智慧的动物 他知道白天睡觉最舒服 无论和赤毛一方的热情比 还是和黑猫无视 浅气一方的亢奋比 黑猫无视都显得那么懒散 用现在的话说 划水大师 摸鱼与无形 但仔细看可发现 赤毛一方的热情是被动的 浅气一方的亢奋也是被动的 只有划水大师黑猫无视是主动的 他并非懒散 他只是有自己的想法 舞背 猫也 名字麻磨的 什么 我要做什么 要你管 呢 大概 Sz Young 没 呢 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